此时的那扎怎么也不会想到 在这么大个嘎纳红毯上 竟还没有她的立足之地 无奈的她也只能在人群中穿梭 想美美地拍个全身照做奢侈 杨幂在国内也算是一线有秀 可当她走上嘎纳红毯也是受尽驱赶 身穿金色亮片礼服的她 本想美美地亮个笑 下一秒保安就直接上前请她走开 尴尬的杨幂也只好点头音乐 景田身穿白色吊带礼服温柔甜美 刚上场就被工作人员驱逐 不以为然的她换个位置继续拍照 没想到直接被非人保安带下场 就算是在国际上小有容器的李彬彬 也逃不过被驱赶的秘密 在红毯上停留拍照 被保安驱赶六次也丝毫不在乎 这心态让人不得不合 而奥运冠军补爱玲更当当 身穿粉色吊带裙的她在红毯上偏偏欺 怎料下一秒也对无情驱逃 看来奥运冠军的头衔在嘎纳红毯上也不好使 反观神仙姐姐刘亦飞走路 就是另一番景象 主办方特意为她清场三分钟 刘亦飞走到哪里摄影师们就拍哪里 而巩力就更霸气 不仅是以评委的身份出席嘎纳电影集 主办方还专门为她清场四分钟 自她上场开始 摄影师们的快门声音就没听过 不愧是巩皇就是很有开明